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有意思的直衡大战 这场比赛说起来也是颇有渊源啊 红衣服的是华裔德国乒乓球星星秋档 而黑衣服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日本名叫水谷笋 而秋档的父亲邱建兴以前也是水谷笋的主管教练 因此这场比赛真的是颇有渊源 第一局水谷笋率先拿下 与其他的日本选手不同 水谷笋的相持是他的强项 中台的正反手相持都非常的稳定 秋档也擅长的是直板横打之后的正反手相持 这场比赛要比的就是双方对于落点和线路的控制 这个球戳了个又慢又长 秋档直接一把暴冲得分了 水谷笋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实现了奥运会金牌的突破 夺得了混双的冠军 之后他也是因为演技的问题 在比较高光的时候选择退役 所以无论是从名气还是实力上 水谷笋还是要压过秋档一头的 反手拧起来震守一把快带漂亮 水谷笋的速度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秋档的直板打法有点类似于许新 喜欢打一些大陆球 他的直板横打还是比较强势的 但是可能是受限于训练条件和本身的文化影响 他的前三板变化不多 台内小球的处理还是有待提高 这个球水谷笋发一把长球 好球秋档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嗯好球 非常扎实的一把拧拉 摆住 上手 这球威胁不够 中台 反击 两个人中台对拉 这不算没有着急发一把死力 始终在压落点 还是很非常有经验的 上手 嗯吃午了 秋档的一般主动的拧拉失误 水谷随又达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这样的话随着秋档的反手拧拉大的出界 水谷随又迎下了第二局 摆住 机会出来了 哎呦秋档这球打丢了 这个球是一个不太转 水谷随拉起来秋档直接反拉了 好球 其实我也是挺希望秋剑星指导能够亲自辅导自己的儿子 我觉得秋档还是非常有天赋的 秋档的路子是非常的正的 他的球感也非常的好 本身力量也不错 只需要打磨一些小的技术 比如说像前三板 包括发街发里的一些变化 他还是非常有资格去竞争世界前列的位置的 而且秋档的双打能力也比较的出色 所以在波尔和奥夏洛夫老去的情况下 秋档很有可能成为德国男队的新一代领军人 花球没有着急上手 还是通过反手先上手 但是威胁不够 双方进入到多板树的相持 水谷随又率先压住了秋档的落点 前面一板球反手变正手变得非常好 这个球调打了 水谷随又是转手围攻 这是他的特点好球 确实是在秋剑星的指导之下 水谷随的各种球啊都是非常有掌性 好球 这个球啊你拉的很巧 手腕手指的力量用的非常好 挂球 这球球档变化还是少了 还是通过反手 按部就班的上手 又被水谷随反击 嗯球档确实他整个球打的还是偏模式化 变化少 所以对于水谷随来说还是比较好摸清 他的一个整个球的套路的 回板 出浅了 水谷随又使出了反手调打 感觉水谷随的得分啊比较随心所欲 得分的方式比较的多 而秋档呢是过分依赖反手拧拉过后的正手跟进 而有的时候正手的压迫力又不够 容易被水谷随反拉 所以这场球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的被动 机会出来了 我也有一板擦晃擦边 水谷随取得了9比5的领先 不当有没有什么变化 调打正手快大一般好球 就要打这种球 拧命起来了好球 水谷随直接是一板拧拉 有点高爆发球 秋档拧起来质量不高 直接一把这种跟进 这样的话水谷随3比0迎向了秋档 在这场儿子和徒弟的较量当中 徒弟笑到了最后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